大悲咒,置于右脚外侧骨折 作者,果如 阿弥陀佛,我是佛弟子果如 农历腊月二十七,傍晚六点左右 我和老伴溜弯,把脚崴了 很疼,但还是坚持 走了大概有三里多路 回到家里脚肿成了个大包 我被送到部队医院 检查结果是右脚外侧骨折 打了石膏也走不了路 回到家里就在炕上待着吧 正好能好好做做功课了 正好还赶上过年,下不了地 就在炕上有老伴伺候着 我就专心念大悲咒,也不想别的了 想也没有用,还想去哪儿 这辈子受到了这么好的待遇 真的很知足了 下不了地,我就安心念大悲咒吧 每天都努力持咒 连着五天上了签 头两天又是想下炕走一走 脚还是疼得厉害 到了第三天,感觉好些了 以后一天比一天好 现在都能下炕走一走了 前几天我将石膏拆开看 脚不感觉还挺好的 仅仅半个月骨折的右脚就能正常走路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群主和夫人 创建了这么好的道场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休闲 感恩师兄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